超過癮 超過癮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這一期的超過癮 我們一起聊電影 我們今天換了一個新的攝影地點 就是我們新的一個工作室 這工作室還沒有整理好 不過我們今天呢 就我們要趕快的錄製這個新的影片 首先呢 上個禮拜呢 已經上映的這個驚奇隊長Captain Marvel 受到了很多影迷跟網友的關注 有人看了過後呢覺得 故事很平淡啊 沒有什麼劇情 但我覺得 就一部起源故事的電影呢 它算是中規中矩啦 當然我不是專業的影評 所以我們也不要在這裡做太過多的評論 在這部電影裡面呢 又再一次看到了這個漫威很重要的物件 那就是被稱作空間寶石的這個宇宙魔方 從漫威剛開始的這個初創階段呢 宇宙魔方呢 就已經頻密的出現在漫威的其他電影裡面 這些電影的上映視序呢 跟故事情節裡面的時間線呢 是不一致的 所以每當新的觀眾進戲院來看漫威的作品的時候 常常會出現一種時間錯亂的感覺 應該會對裡面的劇情安排呢 有一些小小的困惑 我們今天呢 就整理了一個完整的時間線 來為大家解釋一下 宇宙魔方的奇幻漂流集 漫威的這個重頭戲 都圍繞在空間、時間、靈魂、力量、現實以及心靈 六顆無限寶石 最早出現於宇宙初創期 也就是由宇宙大爆煞所淬煉而成 空間寶石就是其中一顆 那麼這些寶石呢 分別散落在宇宙的不同角落 經過了很漫長很漫長的歲月 北歐神歐丁的率領軍隊 迎戰企圖佔領地球的冰霜巨人 當時作為武器之一的這個宇宙魔方 在這場戰爭中不幸遺失在了地球 又過了好幾百年 來到了二戰時期 當時的紅骷髏帶領了一隻神秘的 納粹科學組織九頭蛇 在挪威騰斯貝格的一間教堂裡 找到了宇宙魔方 他想利用魔方強大的能量源 來開發先進的武器 但後來被美國隊長阻止了 在這場戰鬥中 紅骷髏意外的啟動魔方的力量 被吸入了蟲洞消失不見 魔方也因此掉入深海不見蹤影 三年後 東尼史塔克的父親 霍華德·史塔克 在北冰洋某處深海 成功打撈出宇宙魔方 並且帶回去進行研究 到了80年代末 克里辛的科學家 邁威爾化名為溫迪勞森 加入並參與神盾局的天馬計劃 利用宇宙魔方來開發光束引擎 當時的魔方被邁威爾放置在他的太空秘密實驗室 到了1995年 克里仁跟斯克魯仁在地球的戰爭危機結束後 尼克福瑞將吞入宇宙魔方的外星貓咪 帶頭兒一併從邁威爾的秘密實驗室 帶回地球繼續研究 一直到2011年6月 尼克福瑞邀請艾瑞克賽維格博士加入神盾局 協助對宇宙魔方的研究 到了2012年5月1日 宇宙魔方再次失控 他將邪神洛基傳送到了地球 5月4日 新智貝洛基操控的艾瑞克博士 利用魔方的力量在史塔克大廈頂頭開啟了蟲洞 讓奇塔瑞大軍入侵紐約市中心 紐約之戰結束後 索爾將洛基以及宇宙魔方 一起帶回阿斯加德進行保管 2008年夏天 在整個阿斯加德遭遇諸神黃昏即將毀滅時 邪神洛基在逃亡時順手帶走了宇宙魔方 搭上了阿斯加德的難民飛船 隨後難民飛船遭到了薩諾斯的追殺 薩諾斯逼迫洛基交出宇宙魔方 取出存放在裡面的空間寶石 最後薩諾斯成功收集了6顆 無限寶石並消滅了宇宙一半的生命 它利用空間寶石的力量 將自己傳送到一個未知的星球領退 以上就是目前為止 宇宙魔方以及空間寶石 所漂流的時間線 那這個出境率最高的寶石 接下來還會遭遇些什麼呢 我們可能就要等到即將上映的 復仇者聯盟 終局之戰才能知道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整理的時間線資料 大家覺得這個時間線完整嗎 或是有什麼細節是我沒有注意到的呢 歡迎大家在以下留言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還有按鈴鐺喔 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一期再見 掰掰